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人就像一场雨水滋润于山 换来一片清脆袖涩 多种一块福田 心中就会多收获一片美景 穿着洁白校服的学生 阵放着灿烂的笑容 今天师父带领大家 来到绿莹环绕的一所小学 小朋友们以活泼的歌唱表演 供养大众喜乐的心情 祝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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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朋友悠扬的歌声供养后 师父教导小朋友切身的因果教育 从此生的起点 即能断饿陪伏 迈向光明的人生旅途 首先问候大家好 特别是可爱的小朋友 但是佛陀说 如果你要过得很好 那你就要做好人做好事 比如说你不要乱丢止蟹 以后你的皮肤就会很漂亮 你经常微笑给人家花 你的脸会很漂亮 你不要杀害小生命 包括蚂蚁以后你就会长寿健康 比如说你很尊敬你的老师 以后你就会被尊敬 而且很聪明 比如说你经常帮助别人 甚至用一些米给小鸟吃 那以后你会很有钱 而且佛陀说 如果你嘴巴不要骂人 以后你唱歌会好好听 所以感谢佛陀来到我们斯里兰卡 感谢我们苏比达法师 告诉我们佛法 我们的生命 就快乐了 所以今天他们带来礼物 送给各位铅笔 以后他们写字就会漂亮 他们送给各位书 以后他们就会读书 所以这些信徒还要谢谢你们 来一个人负责拿两盒好不好 还要偷偷塞一点东西给你的小朋友 有没有啊 有没有带来啊 各位妈妈 各位爸爸 塞一点什么糖果啊 随后 大家也与校园内276位学生 分享文具等结缘品 每个小朋友高兴的得到学习过程中 最实用的赠礼 阿米婆婆 教室很大的需要9000美金 小巧的校园内 简单的校舍伴着栩栩清风 为了容纳更多的学生 让更多人得到学习的机会 师傅号召大众一起互持建造新的屋舍 我们刚刚大家捐文具的部分有2900多美金 然后现在捐给教室的应该超过13000美金 对吧 所以来 所谓布施者 必获其利益 若未乐故失 后必得安乐 布施已去 当愿众生 所作接伴 聚足活华 老师快乐 学生平安 布施者 家里圆满 家里圆满 消灾元寿 回向往生者 冤亲在主 祖先胎儿 弘享功德 勇离山徒 彤生净徒 那么 萨多难 三妙三不妥 居之难 大字塔 嗯 啊 不 小菲 指导 多伐 不知道 就是 你